首相拿督斯列安华上任一个月来 几乎每个星期五都会到不同城市 享受地方美食 并到当地的清真寺和其他信徒一同进行周五距离 所到之处都会挂起安华旋风 那首相今天到访柔佛新山 马上就前往五级士林王宫 觐见柔佛苏丹伊布拉辛陛下 君臣会面将近一个小时 安华今天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官访柔佛州 今早9点55分抵达士乃国际机场 随后就马上乘车前往新山五级士林王宫 这也是安华11月24号宣誓出任 五国第十任首相以来 第二次觐见柔佛苏丹 苏丹伊斯坦达随后在脸书上透露 君臣会面将近一个小时 离开王宫后 首相抵达新山的美食中心享用午餐 安华一下车就被支持者团团包围 现场民众更是高喊烈火墨西迎接安华 安华在十四逗留20分钟后 就在幕僚和热情民众的触庸下 前往附近的清真寺进行周五距离 首相双脚才刚踏出清真寺 马上就受到民众的热情为庸 所有人都举起手机 每个人都想近距离拍下首相的风采 首相被团团包围 挤得寸步难行 支持者又一次高喊安华在1998年 被革除副首相之后的烈火墨西口号 安华好不容易穿过人潮 离开了清真寺大厅 但是街上的支持者同样群情汹涌 这一名新门领袖像是明星般被众心拱跃 烈火墨西口号响彻云霄 首相在幕僚的护送下上车离开现场 本集成的原明文体验 未经许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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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证明